剛剛這一題稍微改一下,這是一個球,沒有說導體球,這是一個球體,裡面有電荷均勻分布,總電量是大R,連續均勻的分布。 現在要求距離球星,二遠之處有一個批點,求批點的電場。 好,你現在怎麼做?講了太多次了,這是什麼題目?把它弄清楚。 求電場,你就把電場的方法算一遍。 然後,再看這是什麼樣分布的電荷?連續分布。 它可以用連續分布電荷球電場的方法做。因為它又有對稱性的分布,所以可以用高斯定律。 用高斯定律很方便,我們就用高斯定律來做。 然後我們要做高斯面。這裡又跟剛剛一樣,它是對稱球狀對稱。 因此,我們如果求外面一點的話呢,我們就做一個同心求面。 半句小R,大於大R。 大R。 你這裡還是一樣,取。 什麼樣什麼樣的高斯面,你自己寫就跟剛剛一樣了。 跟剛剛那個一模一樣。 然後我們就來看。 R,大於大於大R的區域。 判斷,這個面上有什麼電場有什麼特性呢? 跟剛剛一樣啊。 電場要等於constant。 方向是朝R的方向。 然後DA是怎麼樣的? 你這裡先可以不要擦。 因為都跟剛剛一模一樣。 你把它留。 剛剛用了多少空間? 你留多少空間? 回去再自己把它貼上去。 我在這裡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就看它內部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部分文化,這麼用不一樣的地方。 在這個部分,我們就把左邊的方向。 左邊依視的左端, e.da 還是等於 1乘4πr² 這些都跟剛剛一樣 右端也是一樣 所有的Q都在高斯面裡頭 所以我們就有1乘4πr² 等於Q over y0 我們就寫出 這就跟剛剛一樣 等於4πr² R平方分之Q R大於等於大R 從這一段 一直到這裡 都跟剛剛一樣 點點點點 回去自己再填上去 我叫你回去再填 你回去真的要填上去 不要點點點,就留在那裡 以前都上了半學期 一個同學拿筆記問我 老師,這個為什麼點點點點點 什麼意思啊 他聽了我的話 這個耳朵進去內認出來 根本沒有擺在心上 現在我們就看左 看這個 R小於大R 小於大R的區域 我們同理可以得 你也把這個圖再畫一遍 你留個地方畫圖 我看 這個 這個 你就不要寫同理可得了 就是一路連想 這裡才寫同理可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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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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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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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來除3分之4πRQ 這個積分就是3分之4πr3次方 因此這個積分出來,3分之4π跟3分之4π約掉 它就變成Y0RQ 上面就是等於大Q乘上r的地方 現在左端等於右端 左端等於右端 我們就有4π2平方 乘上1要等於Y0RQ 我們約掉以後 就得1是等於4πY0RQ 所以我們就得1是等於4πY0大R3次方 這是R 小於等於大R的時候 最後你把答案再寫一遍 這個 這個 我寫一遍 1 1 就等於4πY0小R平方 它要等於4πY0R3次方 好 那麼從這些結果 上一題跟這一題 我們看到有一個結果 很有意思 當大於2 小R大於等於R的時候 都是這個字 就是 剛剛那個空心的 就是 導體球 電荷在球面 也是這個字 那這就告訴我們一個很有用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要記住 以後可以直接用的 就說 假如我們有一些電荷的分布 它是球狀分布 球狀分布 那麼在這個 電荷分布區域以外的地方 它的電場呢 是什麼 就好像 全部的電荷集中在球星 把它當作點電荷來看待一樣 就跟點電荷在球星對內點產生的電場一樣 這個以後可以直接用 很好用 好 這是一個例題 我們再看 這樣的例題 好 那我們看一個這樣的題目 我畫得不好 這是軸 這應該都一樣 左邊跟右邊是一樣的 好 這是一個圓柱導體 好 上面呢 表面有電荷分布 表面 因為它是導體 所以電荷不會在裡頭 一定在表面 表面電荷是 Lamina Colon Per Meter 意思怎麼說呢 就是說 我在這個表面 取一個一公尺 一公尺長的一個表面 把這個表面上的電荷刮下來 它的電荷是Lamina Colon 是這個意思 好 我現在要問 距離軸二遠之處 這是R字 有一個P點 P點的電場是什麼 好 你怎麼做 我們還是 把題目弄清楚 要我們做什麼 然後再分析看看 我學過哪一些 計算電場的方法 然後這個電場 這個電場 的方法 比如說 點電荷的電場 一群點電荷的電場 連續分布電荷的電場 連續分布電荷的電場 高斯電源求電場 這是連續分布的電荷 我們可以用連續分布電荷 求電場的方法來做 但是沒有很麻煩 但是因為它的電荷分布 有圓柱狀的對稱 什麼叫圓柱狀的對稱 就是它的電荷密度 是跟R有關 跟軸 向外的這個半徑 同一個R的地方 Rho都一樣 同一個R的地方 不管你是上面下面 還是這一圈的 發育角在哪裡都不關 只有R有關 那麼這個就是 圓柱狀的對稱 因為它有對稱性的分布 所以我們可以用高斯定律 所以你看我們寫這個式子之前 考慮了一大堆東西 對不對 不是說把這個式子背出來就好 先來 要用高斯定律 你要用什麼樣的 你要做什麼樣的高斯面 第一件事要做高斯面 做什麼高斯面 你現在在做球面 有沒有用啊 我們前兩個例題都是做球面 對不對 那麼 你以為高斯面就是球面嗎 拿這題來看 如果圓柱是這樣子的 面子都在這個圓柱外面 你做一個球面有沒有用呢 你做一個球面有沒有用呢 做一個高斯面 這樣子的有沒有用啊 這個時候 你站在這一點 跟站在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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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地核的分布一樣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耶 你看這一點 它是在地核分布的裡頭 這些點是在地核分布的外面 同樣是在外面 這一點距離導體 距離電核比較近 這一點距離電核比較遠 我們都看出有這麼許多的分別了 那 這些電核在面上面產生的電長 可不可能一樣呢 不一樣呢 你憑什麼說它一樣呢 就是不一樣 不一樣的話 你舉這個面 將來這就不是常數 不是常數 你就沒辦法從這裡提出來 沒有辦法提到幾分號的外面來 你就必須要知道 哪一點的電長 這個在哪裡 這個電長是什麼 才能積分 我都知道那一點電長是什麼樣子了 只是什麼了 我還要求電長 那就是說你要知道結果才可以啊 那當然這個就寫不通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們另外取高四面 高四面是由我們來取的啊 好 經驗告訴我們 這個時候的高四面我們要這樣子取 這個時候的高四面我們要這樣子取 我們取一個圓柱面 選一個 好 半徑為R 這一點P在這裡 就是半徑為R的一個 同心球面 然後高度的不是球面 同心圓 好 這兩個面當中的距離叫H 取這麼一個圓柱面 同心圓柱面 同心圓柱面 好 我們現在就取 什麼什麼樣的一個 就是說 同心圓柱面 自己把它寫出來啊 這個句子要寫得通啊 不要亂寫 好 現在我們就要判斷這個面子啊 為什麼你這麼取啊 為什麼你不取別的樣子 就取這個樣子啊 因為這樣子呢 面上的墊長有某一些特性 讓我很容易的激分啊 什麼特性呢 這個時候這個特性跟我們前面兩個立體 不一樣 前面兩個立體的高四面啊 是一個球面渾然一體 渾然一體 所以他的墊長 我不可以說處處都相當的嗎 現在的面不是 現在面有幾個面啊 這個封閉面 只有上底跟下底 還有這個彎曲面 三個面構成的 上底下底 彎曲面 三個面都不一樣 這是彎曲 這兩個平的 這個又在上 這個又在下 他既然不一樣 他既然不一樣 我們就不能期望 這個面上的墊長 通通是一個極 那現在我們就 一個一個來判斷 比如說我們先看這個 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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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這個面上面 這個彎曲面上面 任何一點 往裡頭看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一個無限長的圓入導體 表面有電荷均勻分布 大家都一樣 所以呢 這個電荷均勻分布 在這個表面上的任意一點 產生的電荷要等於常數 所以這個電荷均勻分布 所以這個電荷均勻分布 根據電荷的對稱分布 我們知道 他的電場一定 往這裡 從半徑為R的方向 因為這個電荷可以 以這個為對稱軸,這邊取一個DQ,產生電長在這裡,在這個位置可以找一個一模一樣的DQ,電長朝這邊,所以這兩個核電長一定是朝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知道DQ是等於大小乘上單位向量。 還有呢,我們在這裡取一個面積基數的話,這個面積基數DA是朝這一邊,因為它是表面,跟表面垂直向外的方向。 好,我們就取,DQ1,平行與E1。 好,這個是曲面。然後我們再判斷上底。 上底,上底,上底,上底啊,你可以看到,這個點跟這個點跟這個點,電場都不一樣。 看來,這個點在倒底的內部,電場是零。 這些點在倒底的外面,有電荷,就有電荷,因此它的電場不是零。 這點在倒底的外面。 而這點跟這點的電場又不一樣大,因爲,這個距離電荷比較遠,這個距離電荷比較近。 對不對?所以這三點都不一樣啊,所以電場都是常說啊。 但是,我們知道,你在這個面上的電場,不管這點這點。 你取一個面積基數的話呢,這個面積基數朝哪裏啊? DA2。它的電場呢,我們不曉得大小。 好,但是方向跟這個一樣,也是朝這一邊。 E2,就是E1。 好,它在外面是E2,裡頭呢? E2等於0。 所以,上底,我們說,它的E2等於0,是在圓柱內。 圓柱內的點是這個。 好,然後在外面呢? E2跟DA2,回直。 圓柱外。 下面,下底也是一樣哦。 下底,下底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好,DA1。 好,DA1。 好,這個地方。 DA3,是朝下,然後E3,是朝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 里頭是0,外頭這兩個。 垂直。 因此,下底也可以這麼寫。 然後,E。 不是這個,就是這個。 不是E3等於0,就是E3跟Za3為直 你把這些都分析完了,我們就可以看一式的左端 這是一個封閉面積分,我們可以把封閉面的積分分成三個面積分 這個要不要打圈圈?這個要不要打圈圈?不要打,打圈圈是什麼意思?封閉面 單單這個曲面是不是封閉的?不是啊 然後再加上E1,E2.da2上底 再加上E3.da3下底 你看我們先看這個,這兩個 E3,要不然就是0,要不然就是垂直 你這個是0,這個也是0 你這個跟這個垂直到底也是0 因此這個積分就是0 這個積分也是0,就剩下這一個積分 那E1跟DA1平行 所以呢,我們可以寫成 而E1是一個常數,提出積分號的外面 DA1,對,DA1的積分就是這個曲面的面積啊 曲面的面積等於什麼? 2πr乘H 那就左端就求出來了 就計算出來了 再看右端 右端 好,Q enclosed 是什麼意思啊? 高斯面裡頭的電荷 高斯面就這麼寬 所以這個電荷算 這個都算 好,那電荷告訴我們什麼? 每一公尺是Lamina庫倫 現在總共有多少公尺啊? H公尺 所以它就是Lamina乘上H 左端等於右端 那就是E E1是等於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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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個寫E E1等於E 所以它這個就是E乘上2 RH 要等於ε0 LaminaH 這兩個H約掉 我們就得E1是等於E 2π ε0 R分 就是Lamina 不要忘掉 它有向量的 要寫進去 所以E呢 它就等於E 2π ε0 這就是R分之Lamina R Univ 這個是R大於等於大R 如果小於大R呢 我們已經用了 它在導體內部 導體內部我們已經證明 導體內部的電場是0 對不對? 不用說了 就是0了 我們前面這裡都用了 這個地方都用了 內部是0了 所以就是0 從這一題我們也看出一個規則 將來可以用的 你看這個跟什麼結果一樣 跟我們 跟我們 講連續分布的電荷的電場 一個無線長的直線上面 有電荷分布 例如是Lamina 它的距離R遠之處 電場就是這個 對不對? 所以以後你可以用 如果有一個電荷 有一個物體的電荷 像這個圓柱體 它的電荷是圓柱狀的對稱 就是說 電荷密度僅跟R有關 你要求圓柱外面一點的電場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電荷 都當作集中在軸上面一樣 當作集中在軸上面一樣 把它當作一個線電荷來看 這以後可以用的 這以後可以用的 這一個題目是告訴你 高斯面是這麼缺乏的 高斯面 我們再看一個 我現在舉例題 就是說 這個結果以後 我們是把它當作公式來用 當作公式來用 那可以做例題的題目 不是隨便的題目 不是隨便的題目 它就是說 這個題目 又簡單 又明了 很容易能夠說明 這個方法怎麼用 然後它的結果呢 以後還可以用得到 可以當公式來用 這個才適合於當例 我們現在看 有一個無限大的平面 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上面呢 有電荷均勻分布 電荷密度是Sigma Sigma是一個常數 它是單位面積有多少電量 現在我們要問 現在我們要問 這個面上面 一點 跟面下面認一點 它的電場是什麼 求 找規矩來啊 不要馬上拿來就做 拿到來 題目拿來就做 題做就錯 你要沉住氣 分析一下 要求電場 要把電場的方法算一遍 為什麼要去算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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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電學 心辛苦苦的學 學到辭學 到辭學 到辭學的時候 電學都忘光了 你知道嗎 隨便問一個題目 不會做 心裡就慌了 怎麼辦 怎麼辦 然後就去問老教授 老師怎麼辦 你遇到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慢慢 我以前也遇過 他也有過這個經驗 他說沒有別的方法 你忘了一次 再看一次 好 我們看了第二遍以後 看了電學忘辭學 看了辭學忘辭學 然後又去問老師 他說怎麼還是會忘 他說怎麼還是會忘 再第三遍呢 他說第三遍以後 就不會忘了 總能要有這個過程 那後來我們就想 當然果然第三遍就很有效了 現在有沒有時間 看它三遍 那花好多時間 對不對 我們能夠省一點 這時候我就想了一個辦法 我們每一次學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方法系下來 比如說學電查 我就把電查的方法數一遍 點電科的電查 一群點電科的電查 連續分布電科的電查 高師地率求電查 加上還可以 由電位來求電查 每次都算 你做 做到電學完 前往也做了幾百題啊 你都算了幾百遍 你不會忘嗎 不會忘 就是這個好東西啊 我們常常拿出來數一數啊 如數家珍 你就不會忘 就好像我們有時候啊 以前我在念書的時候 在韓代啊 冬天到了 換衣服了 把下面衣服收起來 在冬天的厚大衣拿出來 好舒服啊 就摸到口袋 更舒服了 你都一堆鈔票在裡面 以前留下來 沒有掏出來 都忘掉了 一個暑假都忘了 你掏出來 還有幾十塊錢 蠻好用的 所以你有好東西啊 你不去算啊 你會忘掉 所以你就把這個方法 一算再算啊 電廠是這樣 就電位有電位的方法啊 就認出磁場有磁場的方法啊 我們力學也是一樣啊 你求力的問題 力的問題有平衡的方法啊 有不平衡的就是用牛頓第二定律啊 學功能定律 又有功能定律的方法啊 等等 OK 好現在我們知道 這個 連續分布的電荷 它也有對稱性 就是說你隨便畫一個軸 垂直穿過這個面 變成對稱性的 對稱性的分布 因此 我們就 用高斯定律 你乖乖地把高斯定律 寫一遍 你如果從開頭就好好的寫 你寫了幾十遍怎麼會忘掉 以後永遠不會忘記 好你現在要取高斯面 你現在要取高斯面 取什麼樣的高斯面啊 取什麼樣的高斯面才有用啊 經驗也告訴我們 這個要這樣子取 取圓柱面 我包大一點 後面看得到 圓柱面 圓柱呢 有一半在這個面上面 在電荷的面上面 一半在面的下面 好 面上 下面 好 那麼 它是上面的這個 高度 是H 我們取下面 這一層高度 也是H 那我們就 這個面 叫做DELTA S 小小的面 其實小小的 我們 看得清楚一點 為了要看得清楚一點 畫大一點 好 取這樣的面 我們就來分析 面上面的電場 你自己寫啊 取 怎麼樣的一個高斯面 你把這個 好好的 把句子寫通 然後 我們說這個面 也是分成上底 下底 跟 彎曲面 對不對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上底 在這邊 你在這個 上底 上面的每一點 站在每一點 叫你往下看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 在我下面H 身的地方 有一個無限大的面 面上面有電荷均勻分布 每一點 每一點看到的都一樣 對不對 因此 這個面上的電荷 在上底 任何一點 產生的電荷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 在這個面上的電荷 是這樣子 D1 你在上底 取一個面積激素 這個地方 取一個面積激素 面積激素 DAY 一定跟EY 要平行 所以我們去看 上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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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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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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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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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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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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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號寫在前面好了 負的E 乘上 N 然後我們取 DA2 跟 E2 平行 再看曲面 Curved surface 曲面在這裡 這個算曲面 這個算曲面 你在這個上面一點 你看這個面上 這一點跟這一點 電場的不一樣大 為什麼? 因為這一點比較接近這個面 這一點比較遠 沒有理由說不同高度 它的電場會一樣大 你現在沒有理由這麼說 所以呢 這個電場會不一樣大 但是 對這個面來說 有對稱性 我們知道 這個電場是朝這一邊 這個對稱性 像這些都是由電和的對稱性得到的 那麼 你在這個面上面 取一個面積激素 是朝這裡 這裡取面積激素的話呢 也是朝這邊 我們看到 電場可能 跟這個面的距離不一樣大 電場大小可能不一樣大 但是有一點 就是E3一定跟DA3垂直 我們把這個代入第一式 我們把這個代入第一式 一是 左端 封閉面的積分 等於什麼? 等於三個面的積分 就是E1.DA1 這個是上底 再加上 E2.DA2下底 再加上 E3 成DA3 曲面 在曲面上 因為E3 跟DA3垂直 所以這個DOT一定是0 那麼 根據這個 E1跟DA1是平息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存量 E1又等於1 DA1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E1 乘DA2下底 所以這兩個就是變成 2倍的E 乘DeltaS 因為這分面 因為這分面 這分就是變成S OK E4的右端 來 Q enclosed over Epsilon E0 它等於Epsilon 這個核子裡頭的電量有多少? 面 每一地方公尺是Sigma 故人 這裡頭總共有多少公尺? DELTA S 所以它就是Sigma乘Delta S 所以它就是Sigma乘Delta S 所以它就是Sigma乘Delta S 我們左端等於右端 橫等於右端 我們來看它 我們覺得 兩倍的 E乘Delta S 要等於 Y0 Sigma乘Delta S DELTA S DELTA S 約掉 所以我們覺得 電場 是等於 2Y0 分之Sigma 這就是大小 方向呢 1 要等於 在上面的話 就是它乘上N 這個 這是面 上方 要等於 負的 Sigma OVER Y0 面 下 從這個結果 我們就看出來 它的電場跟 上下的距離沒有關係 因為它是無限大的面 如果不是無限大的面 你距離一公尺跟距離兩公尺的電場就不一樣 你是無限大的面 你是無限大的面 你距離一公尺的地方 每一萬公尺的地方 每一萬公尺的地方 電場都一樣大 還要等於 超完美的地 你是大小小居 你是大小小居 你 要是哪些 好